他在发生吗现在 我觉得还有 16岁男孩自爆有性生活史 连防护都没有做 去网上一查觉得自己患上了性病 连滚带爬来到了儿科门诊看病 医生本以为男孩只是简单的尿路感染 例行检查完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可男孩却称自己在网络诊断之后 坚定的认为自己感染上了灵病 一旁的医生差点笑出声 16岁的男孩怎么可能会有性生活 估计才刚刚开始谈恋爱吧 但出于医生的职业本能 他还是询问了一下男孩 是否有性生活史 此话一出医生再也笑不出来了 他再次询问男孩的话是否属实 好家伙 基本上是同一个人 男孩的情史还挺复杂了 随后男孩一直在询问自己关心的问题 自己到底会不会得灵病 而医生也在得知男孩没有做防护措施 以及出现了药痛的症状之后 他也不能断定是不是灵病 只能解释称会有这种几率 但确定还得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而男孩听完医生的前半句话之后 心已经两了半截儿 医生为了排除男孩是否有患病的风险 建议男孩带着另一半去做检查 但女孩子肯定不方便来到这里 医生只好先让男孩做一些基本检查 把常见的问题先排除掉 半个小时之后 这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再次来到了诊室 而医生在看完检查报告表之后 发现并没有任何异样 超伤是正常的 茶血比之前高一点点 但是尝尿比之前好 男孩听到这里已经松了一口气 而医生接下来的话 又让松的一口气给吸了回来 随后医生带着男孩准备去往皮肤科就诊 排除一下其他内科专科的情况 16岁男孩自报不节生活史 独自来到儿童医院看性病 情史经历比医生还要丰富 他说他有这种不节的生活变识 这个孩子 对对就是怀疑 他现在常血白是不高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好说 等一下我来看 他想走 我不许他想走 内科医生为了防止男孩尴尬 立马将房门给关上 随后该是询问男孩的生活不及时 可看着眼前年纪尚小的男孩 医生意识之间也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男孩大大方方的承认 让医生都给看傻了 随后医生初步检查一下男孩的身体 在得知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时 他又再一次进行查体 发现男孩出现了一些分泌物 并根据尿常规的结果来说 尿路已经发生了感染 种种迹象表明 男孩似乎离性病越来越近了 可医生依然不敢随意下定论 只能建议继续做下一步的检查 但对于未成年人检查来说 医生必须征求监护人的同意 这个时候 门外突然出现了重症患者 医生只好先让男孩在房间待一会儿 此时的男孩坐立不安 脑子里一直在想关于性病的问题 他在门口反复观察 心里已经开始打了退堂鼓 这一刻 他的被害妄想症达到了巅峰 可一想到自己还没有实现伟大的理想 他还是沉下心来在网上搜索答案 可他不知道的是 百度查病 癌症起步 他越搜越感觉到了身体的不妙 此刻男孩的内心 快要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在医生赶回来的及时 要不然男孩估计得疯掉 随后 医生看着检查结果 表示需要通知监护人 可男孩却不知该如何向父母开口 面对医生坚决的态度 男孩内心异常的紧张 毕竟这种事情说出去 连成年人都会有点尴尬 更何况是年仅16岁的男孩了 在医生的心理建设下 男孩最终向母亲拨通了电话 可母亲那边却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 似乎对儿子闯祸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 一听到儿子此时在医院 母亲表示自己会尽快赶到医院 她有没有跟你说一些她的一些情况 没有啊 我不知道今天这会儿玩什么 书也没有做 她有性生活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呀 这每天都玩得搞什么鬼 因为她现在就是有这种情况 她有比较担心自己得了一些 性相关的一些疾病嘛 对她来最好的话 可能是要带她去成人医院 或者专科医查 会比较全面和详细 那我们先带她去专科医院吧 有性冲动是正常的事情 但一定要对自己 以及对方的身体健康负责 未成年人的身心还是没有发育完整 特别是他们处于青春期的时候 对于性懵懂和想要了解的这种冲动 家长们一定要适当对孩子们进行青春期教育 树立一个正确的性心理 不要弹性色变 做错了就要驾驭纠正 正确辅导性知识才是重点 16岁男孩只是好奇 翻了一下特殊部位 没想到第二天却肿成了铁棍 这一天医院来了一名学生 他直直乌乌说出了自己的病因 男孩称自己在家闲得无聊 便好奇翻了翻 没想到一下就直接卡住了 而由于当时自己要上学 所以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到了休息日 他才带着自己的小伙伴 来到医院进行检查 这可怕医生给惊到了 心想如果再来晚一会儿 男孩估计下半辈子的幸福就没了 你昨天为什么不来看呢 昨天要上学啊 你不怕坏死啊 随后医生表示 一会儿先尝试复卫 一旦失败可能要面临着手术 此话一出 本就淡定的男孩一下子差点崩溃 说什么也不想进行手术 最后男孩忐忑不安 跟着医生走向了换药室 躺在病床上的男孩还询问 会疼吗 好在男孩来得及时 医生成功将部位恢复 并叮嘱他 回去之后可不要再随意乱玩了 男孩本以为可以回家时 医生却突然表示 要将这件事告诉家长 此话一出 男孩犹如遭受到了晴天霹雳 这种事情如果说出去 自己估计要钻尽地缝了 而医生的本意 是想让家长对孩子 进行青春期教育 树立一个正确的性心理 在男孩的再三考虑之下 他决定让医生打给自己的父亲 毕竟夫子之间讨论这种话题 并不会太害羞 谁知父亲的回复 让医生感到了尴尬 这次孩子啊 他那个皮啊 他肿了 是因为他那个 搬出来以后呢 没有及时给他搬回去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中国的性教育的落后 相信很多人会弹性色变 而本应该被正式的性教育 却被人们回避 这并不利于青少年的发展 我们需要为孩子 树立一个正确的性心理 而这些也只是普通的知识罢了 别想七想八的教坏了孩子